你知道童话中有哪些玩具吗 桃圆儿童玩具图书馆在八月推出新展览 童话故事的玩具联盟 充现每则童话的经典场景 像是扑克牌漫天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或是遇上金鱼的小木偶奇遇记 借此带小朋友认识童话故事中的各式玩具 八月儿玩馆的全新主题特展是童话故事的玩具联盟 那它的展期是八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那这一次就是非常特别是一个非常梦幻的组合 由玩具还有我们的童话故事结合的一个展览 那里面都非常漂亮也非常好拍 我们总共有六大展区 选了六个不同的童话故事 还有跟它相对应的玩具 那现场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玩具 可以直接拿起来玩啊 然后搭配看一下这些童话故事的一些小知识 而随着疫情逐渐降温 越来越多真让带着小朋友来到园区参观游玩 而玩馆馆方也因此鼓励民众可以带着家中的旧玩具前来 用一个换一个的方式交换到其他的玩具 目前馆内保存可交换的玩具已累积将近十贵 馆方欢迎大家永远来交换 也说明交换的玩具限制 我们的展馆的最后面呢 是有一区是玩具交换区 那它其实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 就是民众可以把家里一些可能已经玩腻了 或者是已经不想要再玩的玩具拿来我们儿童玩具图书馆做交换 那有一些交换的小规则就是第一个当然它要是一个玩好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交换出去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它是要可以玩的状态 那有一些玩具我们是不收的 第一个是刀枪攻击类的 然后还有我们绒毛娃娃不偶类的是比较不收的 然后文具啊电动玩具 还有生活用品我们不收 那其他的话我们就是以拿一个过来交换另一个的概念 做一个二手玩具交换 然后让资源可以共享给其他人 儿童玩具图书馆的童话玩具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30号 不过交换玩具的方案 官方却会一直执行下去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走访时 不妨带着一些玩具来交换 享受交流的乐趣 记得六语婷还会报导